中共前衛生部長黃潔夫近日出席一場器官移植論壇 他說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 兩年後應該成為世界第一的器官移植大國 他的談話令人擔憂中共將掩蓋更多的火渣黑幕 中共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理事長黃潔夫 11月20日出席北京一場器官移植科學論壇 會後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 中國器官移植事業快速發展 仍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 希望到2023年能成為世界第一器官移植大國 黃潔夫稱 美國每年開展器官移植3萬多例 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 這個數字應當增加到一年5萬例 外界質疑 黃潔夫將器官移植產業化的同時 所設定的目標看似驚人 其實是掩蓋事實 中國問題研究學者悉尼科技大學哲學博士 林曉輝說 實際上 中國器官移植數量早已超過這個目標 8月13日 美國國家評論雜誌披露 一名居住在日本的中國女孩到中國 做心臟移植 10天之內 中方就準備了4顆可以移植的匹配心臟 林曉輝披露 過去有一段時間 中國的器官供應量甚至多於需求量 當時器官幾乎是隨叫隨到 有人說 想要換腎就像買豬腰子一樣容易 根本不用等待 很快就能配對 所以中國的器官它的移植實際上是遠遠高於美國國際其他的國家的 國際上是有一個公認的 認為中國就存在著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 給提供活體災去器官用的這個器官庫 很多大部分的主要是來自於法輪功學員 還有其他的一些少數民族的被關押的對象 林曉輝認為黃潔夫在大理宣傳發展所謂器官移植產業 2023年前要培養更多醫師 開設更多醫院 目的是掩飾使其非法取得器官的罪行合理化 新唐記者洛亞 林岑欣 茗玉 採訪報導 名移植與管輯 採訪 名移植urgical佛